肝气淤结再加上气血不足 身体会有多难受 肝气淤结再加上气血不足 那真是感觉特别难受 主要表现就是脑袋晕乎乎的 脑子也是蒙的 记忆力也特别差 心脏砰砰跳 心慌同事大个儿放屁 特别爱生气 有时候就感觉怎么都不对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话也不想说 感觉很累 有的朋友还会出现眼睛的干涩 视力下降 整天爱胡思乱想 晚上还有点害怕 很难入睡 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 也是噩梦连连 睡着睡着半夜醒过来了 醒来之后觉得整个人都很累 就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去医院做了检查吧 又说没什么病 但自己确实又能感觉到身体的各方面不舒服 其实在中医看来 这多是气血不足 加上肝气淤结了 时间长了 鱼儿化火 长期的心情不好导致的 这种情况就要舒干里气 补养 气血了 他们都能够做我 看到就会想到